红山半岛有三间房子涉事 原来似乎全部有机会潜见 当然屋主都是知名人物、银行家、投资集团高层 甚至有一个公益金委员会 亦有一间屋拒绝被屋与储的人进去看 后来似乎是愿意给的 最终查得如何 其中70、72、74这三间房子涉事 怀疑是潜见的 70屋是数码港的投资官 但现在人不在家 已经离开了 怀疑是有在下面做一些滑挖 其中是5米乘13米 一个人是1米多 1道门是2米 你可以想象 5米即是2到半门 门再加13米 都是一些潜见的 另外有一个在后面 潜见了5米乘6米的地库 其实之前我也上一集说了 之前听过很多不同的视频 关于这些地产 为什么有钱都特别去半山租屋住 或者买楼住 买楼住应该说 就是贪汇 下面可以滑 滑到一些东西 就可以再 矿见多一点 甚至之前很多高官都试过 又是地府一个潜见 超正超华丽 往往那些位置 都是比较适合去潜见 而 那么吸引到这些豪宅一区 所以也涉事到 整个东西 整个鸿山半岛都是腾腾 有些说 立刻部署要曝卖它 任人自危 其实真的是 几乎大有大 陷 少有少的陷 陷阱其实都蠢 看看政府怎样做事 这个潜见曝光 政府都很紧张 因为 几大单的 你看到的局限 并直接地 下降到这样 所以現在引起关注 其中这里可以再看一看 就是 最低一层的平台是5mx13m的潜建物 另外楼层后面也有5mx6m 一个地库 没有明显危险的 没有明显危险的还好有的 希望屋主能够撤出 而其中72号的一个投资银行顾问的高层 不在泰国只有她的私人司机在住所 已经离开了 另外第四项 胡主或占用人要按指示配合 暂时围风临海轮近斜坡露天泳池 这屋子挺捨异的 而且还要捨异到有时不在里面居住 这屋子明明有些是三层 但结果不知怎样是潜建多了一层 甚至更多了地库 通常夸张些是两层 好些是一层或地库 这个根本是不成文的 就是在山下滑 你明白吗 无事无干 大家不知就当不成文的秘密 但是有事有干 倒到这样 这些不知几百年一遇 就人人之危了 这个就是说最低一层平台有潜建物 该楼层后面有一个潜建地库 72号就是一个潜建地库 74号也有一个怀疑的潜建部分 而途质方面也公开了 有些记者另一边也找到一个途质 完全是很明显地涉嫌潜建了 74号处方也发出了一个 而申请进入处所的首领通知书 已经向法庭申请首领 就是希望进入处所研究一下 究竟有没有涉及违规的建筑 而最大事的是 它占用了政府的土地 另外就是为什么 74号的户主 或占用人的声明就是 拒绝让屋与处入内视察 于是要向法庭申请首领 这里看一看图枝 你会看到下面 我们也不是太懂得看 大家懂得看 可以去看一看 这些豪宅 你会看到泳池似乎是潜建 那泳池似乎是潜建 他们全部是沿着山 你可以挖挖位置给自己 其实一物就挺用 一本多利 你住这里 如果没有人知道 你就会免费 享用更多的楼层空间 但这些真的挺恐怖 它随时一倾斜 就会塌到屏丰暴龙 随时骨牌效应 因为你看到 这里我们找了 高空望来的图 你看到 它如果一个骨牌效应 一挨来挨去 随时屏丰暴龙倒塌 或者现在官府 即是政府 你没事 就下打七七磅 有事一定要做事 门面那些做给外界看 也怕什么 万一 永远不知道 万一 又来多一场这些暴风雨 再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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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就先死 政府又不做事 博士不见 那就怕这一样 但可能性当然是低些 但你谁敢说得起 如果万一真的来多一场雨 然后刚好又再下雨 那这次不是下山泥 只会下屋 那就没人背得起 加超哥哥也背不起 所以你看到这里 几乎很多另一的侦查报导 懷疑 蓝色Doc是拆党土墙 至少35间屋涉及前建 挺好住 拿几千万一亿 挺捨异的 那样东西是购物的心理 人人都拿这块钱 譬如你拿一亿都可以去很多 譬如九龙堂 西贡等等的地方 都是买同样的东西 但这里可以再挖多两层 当然那些地方可能都可以挖 但这边在山里 之前已经听不通人说 在山里特别容易搞 黄色Doc是挖地炉 你看到也有六七间 然后红Doc是霸官地起花园 即是山脚属于政府土地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涉及浅建不但占用官地 这下麻烦了 今天一一都分析过 另外就是说 几乎有一半是违规 这些不成文秘密 市场人士形容属公开秘密 我们很早听过不同的专业人士说过 潜建一层已经算是最斯文 几乎是必定要潜建的 这个是真的 那个购物心理挺棒 同样近似一块钱 我给你多住一到两层 在地牢你可以搞些什么 密密 我以前真的去过这些豪宅 做表演 常常关闭了这些老师 真的很棒 地牢就是一种 你当我是去个游乐场 等于去到个派对房 很大的 什么叉也有 总之地牢就是这样的地方 confidence 原本有一个coloce 许多人在喝酒 那里有一张 天台小饭吃 超高兴的 3-5天一个小派对 一星期左右一个中营派对 总之天天有机会开 因为这么大一间屋 这里家超哥哥亲自视察如何做些事 因为他这坛黑与风暴被外加插得很紧要 涉市负债官员开声 就是要严厉执法 陈国基这次是否也会散美招牌做些事呢 那就不妙了 但这些这么有钱的有钱佬 你是否真的告下去呢 告下去又会怎样告法呢 官司又会打餐猛的 到时就好看了 保险也随时拒绝赔偿 因为你潜见 你那个塌是因为你的潜见导致 还是不关事的 不潜见都会坏呢 还是怎样呢 你可能就要去 打官司追究 陪来陪去 也是 吵架了 那时候就快乐 就是享用的时候快乐 这里看到有一个news 陈近海屋全部很多都是潜见 业界爆炸的银居 陷入恐慌 露批72号的业主 雷介放 我们查看72号的业主 投资银行 身处泰国的 70号屋 就是开辩的 就是那个 协会主席 那个委员会 公益金的 委员会主席 前董事 总之很厉害了 然后就 64号屋 拒绝被人入内的 全部都是大哥大代 这里就是有业主求脱手 可出价一亿试水温 有市民是谁来接 那出价一亿那些都不是傻佬 除非你找一些 外来那些 外地那些 买价也没那么笨 这个时候接这些 是不是 都吵架了 脱不了 你的价不是便宜 就是这样 最恐怖就是 再倒一锅 随时倒楼 那就好玩了 到时 不是狠狠 就是个意思 就有时间玩了 就是 引起的余波 这个意思 这里找了01 他们拍了很多 空中看的图片 你看到全部都靠着 虽然是大很大 你看到 你看到70号屋 有4个大型窗户 这里目測 那个窗户应该有6尺 64 24 你看到 广度是24尺 游泳池 分分钟是一个 有机会是50米的池 大很大 但是 互相靠着 又不知道有什么好处 你在游泳池 旁边的屋又看到你 会是这样 你看到很密度 围着 最左边也在装修 似乎 那些会不会又是 又会潜建 真是麻烦 马上填平回去 甚至 你看到盈光幕右边 有一个草地 似乎都是改建了 你不会无端端 那里会移为平地 又会有些草 那些 最厉害的 那7号屋 游泳池 起码是24尺 64 24尺 30尺 你自己的城下最少 有很多的 自成一角 又是有些人喜欢 是大就大 但有些人就说 我自己 真是独立一个 可能是 害怕 安全起见 那些 就是治安 那些 一群人 围着 可能就会好些 很大的 真的很大 你看到再远一点 很多栋 30多栋 怀疑是30多栋 都有机会 隐约 盈光幕最上边 都还有一些户数 那些应该 又是有机会 有机会 再看看 不知为什么 导施导导没事 他那里有事 照计有些雨 不断滑下去 应该 滑下去 雨水 滑下去 不知为什么 那里 导施 冲掉了 其实里面 不知道 里面拍不到 华尔里面 真是浸满了水 也不一定 因为他说 渠口封了 建筑的时候 装修的时候 你看到这里有很多 沿海 临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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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建 有钱人的世界 你看到 网球场 都是 一二三 三层 上来 每个都有一些泳池 那泳池 其实 又是很大机会 是什么的 大家就研究一下 它是一个 屋苑 网球场 可以租 你看到很多 好了 结束了 他们用直升机 这样形 挺厉害的 看看大家怎样看 这个 雄山半岛 怀疑很多 住户 随时 都会 舍夜 受牵连 富豪 豪宅的 潜建 不是第一天 新鲜事 只不过迎来一个 难得一遇的 暴风雨 真的起了风浪 看看怎样收科 政府 是不是都很认真 会做出好戏 哪些人会来到 变成祭旗的分子 就看一看 有什么想法 下面留言 我们不记得呼吁 如果看到这里 帮帮忙 按订阅按钮 帮忙 按下 谢谢支持